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欲知山前世需问过来人 每个有心修行的朋友在修行的路上都需要有真修行的引导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 有了好的真修行使我们在修行这条路上少走了很多冤枉路 不需要走错路 走弯路 绕远路 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走 站在已经开辟好的光明大道上 这种内心如明镜式的真修行 让我们在解脱 在成道 在开悟上有了真正的保障 有了真正的助力依靠 以至于让我们的福德智慧增长无量 达到最后的圆满 所以能遇见一个真修行来指点我们 真的是要感谢老天 古人也有很多方面讲到良师亦有的难得 修行人在修行这条路上能不能遇到几个善知识 能不能遇到几个真修行是非常重要的 这要看你自己是否真的是愿意为扭转命运 解脱生死而修行 如果是这样 加上自己平时又能经得过老天的重重的考验 那你身边必然会出现这种不一般的人 他们往往深藏不漏 准备在合适的时间时机成熟之时 助你一臂之力 而你若不是为了扭转命运 出离生死而修行 而是目光短浅 只是为了寻求一个心灵的庇护 好满足你的种种私欲 那你必然会感召一些神棍或者是邪师 甚至附体妖通 妖言惑众的所谓修行人来与你结缘 就算遇到大德祖师成愿再来 也会觉得那是一个普通人 而不当回事最终错过结缘的机会 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越走越偏 嘴中堕落 这怪不得任何人 一切都是自己感召 所以我们最初的心一定要正确 那么怎样才能辨别真修行呢 其实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来 第一是持戒 所谓持戒是说善知识 它必然是持戒清静的 这是八种相貌第一个 要有戒律必须住在戒律 不是说我有一点戒律 那不行必须住在戒律 以戒为化身为法身 必须持戒得清静 这才是我们的真修行 我们漠视修行必须靠戒律指引 因为这戒律是保证 我们不堕落的一个基础 所以连持戒都不能做到的人 那怎么能算是真修呢 如果有戒律清静的真修 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说持戒清静 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也是一种绝对的利益 不可否认的 没有比它利益再大的 所以说这是第一种 第二是多才 就是说这个真修行 对于正道善法的经典 思想非常通达 可以讲述很多正确的思想 就是说这个真修行具备多文 能讲述很多的经典 道理不一定把经典背下来 就是真修行 它能把所有经典里面的正确之鉴 思想能讲出来 能符合经典的意思 也叫通达 一通一切通 不管你拿什么样的经典 看过没看过 它都知道讲的是什么 甚至你说个名 它也知道要讲什么 甚至你画个圈 它也知道要表达什么 所以说它通达 这叫真正的多文 这是真正的真修行 如果做不到这点 那我们就采取能够掌握很多的经典 能背诵很多的经典 能说明白 这也是一种真修行 但是不管哪一种真修行 它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知见 所讲的一切法都是无我 没有我远离一切执着 这才行 如果说总是说自己多有才 自己多厉害 别人没有他厉害 那么你就要上点心了 因为一个多才的真修 必然是平等心 不会卖弄自己 更不会吹嘘自己 如果有了多才 还经常宣传自己 那必然是偏了 第三是平常心 是说有修行的人 外表绝对特别平常 甚至会比平常人还要平常 如果外表光鲜亮丽的 特别讲究喜欢张扬的 那必然有问题 比如前阵子闹得最凶的 那个香港某明星 认假活佛仪式 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所以平常心 即使平平淡淡 因为只有平平淡淡才是真 第四慈悲 真修行对于一切众生 都能平等给予安乐 连念希望所有的众生 能走向智慧解脱之路 这个真修行 他有大慈悲 有什么样的慈悲心 那就是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同本 他不会对任何众生 或这个人如何如何 说别人不好 嫌弃别人 甚至纵然知道别人不好 对别人依然还很好 对谁都有一种慈悲心 这种慈悲心油然而生 不是说在哪 我想一想我怎么样慈悲呢 我得运作想象 完了找出点慈悲来 这个慈悲心不是装出来的 不是这样 而是一言一行 无不带着一种仁慈 他看到每个众生 他都有一种悲 就想帮助他 想让他得到安逸 甚至为他去舍掉一些什么 帮他解除一切的困难和痛苦 不光是对人 对畜生 对小虫子 非如动 都有慈悲心 这是我们要找的真修行 第四个方面 第五 绝不神神叨叨 这个真修行 不管对谁来讲 他绝不会神神叨叨 他不会说这个鬼 那个怪 也不会天天 以给人家看个病 看个事 而是绝对承认自立的作用 你自己的因果 他会教你自己去了 而不是妄自尊大 声称 他可以让你一切好 我们要知道 一个真正的修行 去指引我们 是绝对承认自立最重要 也就是开发自己自性的 本来力量 这是最彻底的 而不是借助那些民间的东西 来给我们修行指引 所以成天神神叨叨地 宣扬自己多厉害地 声称见了他 你就会怎么怎么样的 一定不是真修行 第六 忍耐 甚至是能够忍受艰苦的挫折 侮辱或者别人的歧视 或是种种的辛苦 艰劳等事情 他能忍受着艰苦的挫折 也就是失败 还有侮辱 或是别人的歧视 别人诋毁他 他绝不会言语 因为他知道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 而得到改变 心就是如此坚定 所以对于外界那些冲击 一个真修行 是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即使心不被外界所转 而能做到心把外界转动起来 第七 不会埋怨 真修行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就是时时刻刻 在为众生谋福利 能够勇猛精进 不知疲倦 更不会埋怨 所以平时你去观察 真修行永远说出的话 都没有自私自利 不会说你怎么这样对我 而是出发点都在大众的利益上 做出的事情永远都在大众 在修行路上 为大众的事情上 就是为大众利益上 他永远不会埋怨 也是没有后悔心 永远的心 永恒的心 这种坚定 这种念念 只在众生的愿力 勇猛的精进 因为他已具备智慧 什么是他的智慧 他知道勇猛就是智慧 他有意永远不变 他不会说 我自己鼓励自己 我再走两天看看吧 明天再说吧 他不会这样的 他会一直走到底 生生世世 他都不会改变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会成愿再来 实现种种身来度众生 给世间人谋福利 所以说这是第七个方面 第八 口才 真修行的口才 绝不是世俗 有水滑舌可以比的 也不是成天咬文嚼字 装韵律 这种口才是说 在语言上有善巧的变才 能够巧妙地 将为人处事的道理 宣讲出来 甚至你不用说几句 人家就直接 把你的意思懂了 并且会直接 用最合适的方式 告诉你怎么样去做 会达到更好 所以真修行 会让人感觉很踏实 说话很沉稳 这八个方面 这是我们对一个 真修行的 所具备的种种 这样选择 你会发现 你身边是真修行的 有几个 其目的是 教给大家 不要被一些 神圣叨叨的人带偏了 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 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